女性内衣店里 这个男人正毫无顾忌地为一位女士测量胸围 一旁的丈夫看在眼里粗意十足 令人疑惑的是 为何这种地方会出现男性导购呢 原来这个男人是一名断背 对女人不感兴趣的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他正以卧底的身份潜入公司基层 试图发掘公司运营存在的弊端 他的真正身份 其实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折扣百货商店之一 罗曼百货的CEO 他叫史蒂文·纽曼 这家公司遍布全美40多家门店 拥有员工2000多名 年销售额达到3亿美金 为了参加此次卧底老板的节目 他戴上假发粘上胡须 一番乔装打扮后 连他的爱人看了都震惊了 为了让此次拍摄不被怀疑 每位员工都被告知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 员工最后要根据纽曼的表现 决定他是否能赢得本次创业的资金 卧底第一站 纽曼来到了位于加州的一家门店 今天他将体验一天的女性内衣销售员 对于他来说 这是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 金发姐是这里的内衣销售专员 两人见面的那一刻 他对纽曼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尽管如此 他还是耐心地教纽曼如何给顾客挑选内衣 看着金发姐给顾客测量胸围 口中还不断蹦出尺码 悲心 弹性 舒适 等等这些自己完全听不懂的天文词汇 纽曼一开始感到非常尴尬和不适 但他发现金发姐在工作中很专业 他对待顾客不仅十分热情 还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提出建议 这让来店的顾客都十分信任他 随后纽曼便学着金发姐的样子 给进店的女顾客开始介绍内衣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隐秘 整个过程纽曼都表现得十分淡定 金发姐看在眼里 尽管她觉得纽曼学得非常快 但还是对她那撮骨子感到不顺利 其实纽曼对金发姐非常好奇 为何她一把年纪还对工作如此有激情呢 随后闲聊中纽曼才得知 原来金发姐之前和丈夫开过一家餐馆 但因为经济不景气 加上孤注一掷的投资 最终导致餐厅倒闭了 他们也因此卖掉了房子 如今依然还负债累累 虽然生活变得很艰苦 但她却依然十分乐观且豁达 纽曼被金发姐的坚强所感染 她决定要帮助这位内心强大的女人 第二站 纽曼来到了位于新泽西州的网络配送中心 她将在这里体验经理助理的工作 带领她的是眼前这位光头黑哥 黑哥的工作能力很强 她熟知整个区域的运作流程及布局 扫码取货和发货是电商中的重要环节 在黑哥的指导下 纽曼熟悉了整个扫码取货的流程 接下来便是测试她取货速度的时候 虽然整个过程纽曼都很想证明自己 但对于不熟悉这里的她来说 即便有15分钟的取货时间她也没能完成 她仅仅从货架上只找对了一件商品 这让纽曼更加佩服黑哥的业务能力 但如此慢的速度 也遭到了黑哥的鄙视 接下来黑哥带她来到退货 和时退货订单同样也是电商中重要的一环 衣服的污渍破损味道等等检查 都是处理退货的必要过程 于是纽曼也学着黑哥的样子开始检查衣服 一个大男人对着女装纹了老半天 让整个场面陷入了尴尬 闲聊中黑哥聊起了自己的工作 他说自己每天处理退货订单都要加班到很晚 每天他回到家时孩子们早就已经睡着了 这让他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 听完黑哥的遭遇 纽曼感到很惭愧 让工作占据员工陪伴家人的时间 绝不是他想见到的事情 看来他要研究改变流水线的工作模式了 时间来到第三天 纽曼来到另外一家门店 他将在这里学习如何做视觉营销 相比前两战的体验 这里让他听到更多的是不满和抱怨 眼前的黑妹是这里的陈列师主管 他在指导纽曼学习时 丝毫不顾及纽曼的吸收消化能力 30秒的时间他就下达了诸多指令 来实习的纽曼仿佛变成了黑妹的助手 他吐槽店里没有足够的人体模特提供使用 他还直言不会说这里连个二手店都不如 相比其他高端商店这里更像是一个垃圾店 纽曼听完脸都僵了 更加令人生气的是 黑妹明知店里出现问题 却并没有向上级反馈 这让纽曼感到不知所措 接下来在闲聊中黑妹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她是一名单亲妈妈 带着三个儿子的她艰难生活 因此还患上了严重的肾病和狼疮 几周前她在工作时还直接倒在了店里 纽曼听完深表同情 但黑妹消极的工作态度 也让纽曼不得不思考她的去留问题 卧底来到最后一站 纽曼将要体验私人购物顾问的工作 两人简单打完招呼后 丽姐忍不住吐槽了纽曼的穿搭 简单地介绍完购物顾问的工作后 纽曼发现丽姐是一个对待工作很认真的人 她与每个老顾客相处的就像一对好姐妹 每次丽姐推荐的穿搭 顾客穿上后都欢呼雀跃非常喜欢 并迫不及待地想为这次购物买单 丽姐的工作能力让纽曼自愧不如 但同时她也按喜公司能有如此优秀的员工 随后交流中丽姐说出了自己的销售方法 她每周都会用私人手机给自己的600多位顾客发邮件 她发给顾客的邮件不仅有刚到的新款 还有她认为最合适顾客的老师 这种营销方式让她赢得了顾客的信赖 虽然这一切并未得到公司的允许 闲聊时间丽姐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她和丈夫原本都有一份高兴的工作 但因为做的都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辞职 于是投身到了如今的行业 虽然现在经济上有些压力 但她相信 只要认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功 纽曼对此非常赞同 至此 为期五天的卧底工作终于结束了 是时候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她把之前共事的员工一起召集到了公司总部 当他们知道眼前的菜鸟竟然是公司的总裁时 个个都惊掉了下巴 按照惯例接下来该发送福利了 首先是黑妹 当纽曼指出黑妹的工作态度有问题时 她还一个劲得在极力辩解 并且哭着说自己每天工作都很努力 15年来没有人对她失望过 但纽曼并没有因此被打动 只是说黑妹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她话锋一转表示 念在黑妹有多年的陈列经验 纽曼还是决定给她一次机会 并决定在明年给她所在的店铺进行装修繁星 考虑到黑妹患有肾病和狼疮 还得独自照顾三个小孩 她还是决定拿出一万美金 帮助黑妹缓解经济上的压力 黑妹对此感激涕零 接着是金发姐 纽曼十分钦佩她的工作能力和专业度 考虑到她因餐厅倒闭如今还负债累累 于是纽曼决定给她十万美金 来帮助她挽回经济上的损失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意识让金发姐不敢相信 得到纽曼肯定的答复后 她才失声痛哭 这将彻底改变她现在的生活 原本她还以为自己要工作到70岁才行 随后是时尚优雅的丽姐 纽曼对她的工作态度和能力非常认可 原本公司是不允许员工用私人手机给顾客发邮件的 但看了丽姐的工作成果后 纽曼做出了调整 她决定给每个私人购物顾问都配备一个手机和平板 来推动他们的业务 纽曼还奖励了她两万五千美金用于改善她的生活 这一切都让丽姐感到不可思议 最后是光头黑哥 纽曼非常欣赏她对工作的负责和积极的态度 考虑到她每天工作到很晚 她决定安排一名员工帮助黑哥一起处理退货 并且送给了黑哥一次全家旅游的机会 所有费用都由公司负责 考虑到黑哥上下班的交通问题 纽曼给了她两万美金让她买车 不仅如此 纽曼还给她的小孩每人建立了一万美金的大学基金 黑哥听完一时激动不已 于是他立刻打给了家人分享了此次的惊喜 他没想到这种好事会落在他的头上 至此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令人羡慕的是 几周后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得不说这样的老板也太给力了 最后祝愿每个打工人都能有好运 遇到自己的好老板